Hello 大家好 今次出這個BT06 我就經過慎重考慮之後 就試一下決定 爆一箱 看看那個感想 我第一個感想就是 拿這個箱回來的時候 真的很重 因為裡面全部都是卡 全部都是紙 就是整個木頭 基本上我就是抬木頭回家 這箱東西 就變成一張 BT01的二圖 奧米加 相傳應該是25箱才有一箱 看看待會我中不中 那箱也挺貴的 一箱就有12張 我們稍後就會順序去開箱 看看這一箱到底有什麼 封面就是 基本 LAST EVOLUTION的電影版的 那個 加魯魯和暴龍手 那 我們看看有些 什麼好東西 那 一箱就會由這裡開始 接著 這一行搞定 到這一行 接著到這一行 接著到這一行 看看 看看 會不會有些 什麼 次序上 其他箱都會有 類似的情況呢 這套 金套 有113種 那 那 Secret 那些 就是兩種 就 超稀有的那隻 11 稀有的那隻 26種 金邊那隻 就是 不是 這個不是金邊 這個才是金邊 這個比較罕有的 30種 還有普通的那隻 44種 好 今次呢 就是 有兩包特典 全六種 就是這六種 都是 有年期的 有一個 沒有 那 有 那 那 那 有 那 一 有 有 那 就 看 白古神,YES! 之前有出現過啦 先把卡套進去 另外這一隻就是一週年的 投票出來的最受歡迎的那10個 就出一個意圖,全10種的 我那時候投票是最早期的ST123 各自的蛋 我的閃很漂亮 兩隻都是蛋 好,開盒了 開盒總共有24包,每包就6張 每次都有一張Coresy卡 今次就是這隻顏色,是Player1 另外一會兒會Player2的顏色 這張 這張厲害,要存夠50張就可以用它的效果 同一個 同一個號碼 是可以放50張在裡面的 那一張全副都是它就可以了 今次R不是用金邊,是用這隻閃 很危險 其實我個人覺得金邊比較漂亮 不過它,因為金邊它倒下去會有一條痕在這裡 那這隻這樣就不會有痕 痕就可能會,如果用透明卡套就會被人看到 可能猜到是什麼卡,但這隻就不會 我想也是,都好的 不過我也不知道這隻叫不叫 可不可以稱得上是閃 嘩,我看Player2也挺漂亮的 藍色可能配這隻黑色多一點 那應該一隻是代表著加露露的顏色 一隻是代表著暴龍獸的顏色 好,獸女 今次也多了很多其他level的白色怪 那也是一個新的嘗試 我想做一部玩卡遊戲 這樣 好,第一張閃 第一張閃就是結絲獸 好 不過其實那些閃的價值就真的低了很多了 現在 無論什麼卡遊戲都是 即是 等一分鐘還 低價值那些比較有用的白卡 所以閃不等於什麼 現在要一個 哦 這次的配率不知道會是怎樣 但我知道一箱 正如之前一盒就有一張secret或者意圖 但大部份展示出來的結果 起碼有兩張的意圖或secret 是會重複的在每一箱上 但十八張意圖 兩張secret加上01奧米加 其實十八張要起碼有十八盒 但你還要一箱中有兩張重複的話 其實對於玩卡遊戲的人來說 都很吃力 我會覺得尤其是香港這些炒價盛行的地方 一張這麼大把就是三位數字 我會想要怎樣玩 即是怎樣跟你組一齊 即是怎樣跟你組一齊 所以就 即是 放棄操意圖這個方向 即是會覺得很難搞的 你隨便 隨便說一幅不同的圖 印一張紙 那我就要 可能拿一千多二千才可以買到一張 那我怎樣做下去呢 那之前呢 就是那個聖誕禮物的特別版 都好像說 Twitter上最 忘記了幾多百人才有的 那一對都說幾千元 那 怎樣呢 怎樣追呢 難度這麼高 即是對於收藏向的我來說 就覺得很痛苦 即是永遠都 磨滅不了 卡寶眼是要空中兩個位 那 唉 即是好像今次這樣 這隻奧米加都 其實都 即是說真的 幾難種一下 即是 難道又要拿二千多元出來買嗎 即是 即是現在呢 它這隻呢 經常 變成閃 我經常都以為是閃 即是以為是SR那隻級別這樣 突然間很難睡啊 我會不會 包含了12包,一半,暫時只有一張SR級別的卡, 我看錯了嗎? 這麼難嗎? 正常不應該一盒四、五張嗎? 聚集在這邊嗎? 還是代表著沒有secret? 因為之前試過有secret,就會多一張 每次的機率都有點不同 我覺得這不是太好 分佈得不太理想 是否BG跟K社做的東西有些不同呢? 反而我會覺得K社的平衡度會比較好 在抽卡這方面 當然是講日版,港版就好像比拉也不太好 好,第二張SR 第二張SR呢 就是這個 杜納斯秀 哇,官方翻譯得這麼好 這是官方翻譯的名字 我都不太認得 這應該是04的東西 那時候看都不太記得一些怪的名字 我都不太認識了 我都不太認識了 我可以看一看 嘲啦 嘲啦 可以 好,到底還有沒有閃給我呢? 剩下四包 最後四包 好,最後尾三出現第三張SR 這張SR是豆豆 挺漂亮的,這款是喪屍暴龍 是不錯的 這款是跟ST7、8的閃發一樣 即是跟剛才那款閃發一樣 它很擴散,像是遮瑕一樣 不過如果配上這些,它其實也挺漂亮的 因為它有立體感出了 摸上這些字也好像有立體感 最後一包了 把白卡收拾出來 把白卡收拾出來 充手 好,這裡呢 這裡就是一盒的配率 就是三張閃加一張二盒 好,那第二盒 那一張蛋的卡就是這張 另外一周年包就是這個 原來閃發都不同 這次是波波 原波、原波 跟著呢 SR中的呢 就是這三張 就是這三張 3加1 配上去 這張是secret的原圖 好,然後看看第三盒 好,第三盒 先看一隻蛋 是黃色的 這隻 這隻 然後呢 是V仔獸 原來呢 V仔獸 旁邊也有其他靈異 那些角色的主角 的公仔 在這裡 所以都 挺有趣的 這張卡 其實我會覺得 這次的secret就是這張 不是secret 對不起 這次的意圖就是這一張 另外三張呢 就有兩張 都跟之前有重複的 第一張送暴不重複 但是我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這個 垂直三盒這樣拆的時候呢 我不知道它有意 還是這麼巧合 就是人物卡呢 只是 中這兩張而已 另外那四張都是實中的 那我現在是開 另外垂直的三盒 就儘管看看 那個情況會不會一樣 如果呢 是 即是那三盒 裡面的人物呢 是一樣的話 可能這個也是一個 頻率 是它怎麼去 編配那些卡在裡面的 好 第四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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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這兩張 按一下 然後呢 就到 三張 SR 加一張secret 這張也挺有趣的 即是它那個是用子彈呢 看來後面好像有些子彈的花紋 這樣呢 就挺有意思的 你說真的 我覺得幾好 這張牌 好 第五盒 就是 這兩隻 那 SR 就是這三張 都重複的了 二圖 有它 那 那 第五 第六盒 我還以為會是 一二三四五六 這樣齊齊一盒 怎知道 原來不是的 那 即是要再開幾包 看看能夠齊到這隻蛋 我才可以停下來 那 就是蛋 又是這些 一樣 那 今次就是這隻的 二圖 好 那 今次我發現 就是 第四 至第五 盒 第四 至第六盒 又很奇怪 就是 剛才只有 那兩張人物 現在今次這三盒 就只有這五張 唯獨是沒有大禍 那 我們再看看 剩下 會不會有類似的情況發生 好 好 第七盒 那 那個 一盒 就齊齊了 所以之後那些 我也不會拆這個 那 這隻 就重複 又有二隻手 那 今次 這一盒 開始 那個配率 會不同了 看到 一張 二圖 的位置 加四張SR 那 就 對了 那 第八 一樣 就是 一張 二圖 加四張SR 然後 第九 呢 今次 就是這張 又是 一張 二圖 加四張SR 那 特別的地方是什麼呢 三盒 都好 那六張 的人物 都是齊的 那 那 真的 明顯地 有個 分別 在這裏 那 再看看最後那三盒 來到最後三盒 那 我們 又是 配得 跟剛才那三盒 差不多 這張 又是一周年那張 那 又是 一張SR SR 加四張SR 尾 這個 呢 一周年那個 一張二圖 四張SR 最後一盒 一周年那個 一張SR 四張SR 那 那 那 今次這三盒 在人物方面 又是有個 一致性 又是只有五張 這次是 那 只是沒有了白色的一張 那 好了 十二盒都開了 做不到奧米加 那就來個總結 好 總結一下 那 蛋的二圖 就齊的 那 我開了再一張 剩下的那些 就相信應該是會 是不同的 就應該有完整兩套 那 就一周年包 就總共十張 十張一套 就有十二張開了出來的 那有兩張 有重複 二圖 就是有八張 加上四張 就是 secret 國二 那 就 SR 呢 就是 這樣 4 5 4 5 這樣 那就 說好不好 說差不差 我覺得 真是 一半半 這次 第一次爆箱 來講 那個 結果 就是 不如人依 但都 OK 總之 這次 BD6 爆箱 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收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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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